就非常感動 然後是真的很開心 其實在這之前 今天晚上其實真的沒有想到會拿那麼多 因為所有的作品競爭真的都很激烈 就是我後來真的有把他們都買回家 好好的仔細聽了一次 樂聽就覺得今天頒獎典禮應該是來陪訪的 這樣子 但非常幸運 然後當然也很謝謝評審 然後做曲獎的這個部分 我本來真的覺得阿信的詞是十那九吻的說真的 對 然後我的作曲應該是陪訪的 因為競爭有放大頭的張璇 然後蔡劍雅他們都是這個數一數二的人物 但沒想到他那個項目裡面還有李宗盛 對 那但是我覺得阿信還是我們心目中最佳的作詞人 怎麼樣 怎麼樣我偏要 然後我覺得作曲的獎項真的是屬於大家的 因為他們幾個就是大家的作詞 我覺得我應該是五個人裡頭 其實作曲的能力比較差的 可是剛好這個阿信這首流氧幫做的歌詞 然後還有大家的編曲都幫的這首歌很多這樣 所以我還是覺得這個獎是五月天的這樣子 所以剛看到臉書有人說這個五月天七項拿了 五月天拿了很多獎這樣子 可是偏偏瑪莎這個人多一項這樣子 對但是我還是覺得 瑞白 對 瑪莎多了一項 我還是覺得這個獎是五月天大家的 對 就不是我個人的 嗯 我想今天對五月天來講是真的是特別開心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除了最佳樂團之外 就是幾乎都沒有入圍到一些像技術性的獎項 然後像製作的獎項 然後甚至連最佳專輯這樣子的獎項 那對五月天來講 因為這意義真的非常的不一樣 因為從我們一開始在做我們自己的唱片開始 都是五月天請收 然後從錄音編曲製作 然後寫歌寫曲 都是我們一手包辦 所以今天可以拿到這家專輯這家製作 對五月天來講這個真的是意義非凡 那其實我今天早上在出門前 就是我老婆有掙了兩顆粽子給我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意義這樣子 但是真的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真的很感謝她 然後也很感謝就是五月天的家人 然後朋友們 因為五月天在做音樂的時候 真的是就是不顧一切 然後五個人就關在錄音室裡面 都沒有想到常常就會忽略掉他們的感受 那我真的要在這邊特別感謝我們的家人 然後還要感謝我們公司的很多同事 那他們都很有虛榮心 那我在這邊要特別感謝這些有虛榮心的家伙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其實今天當然就是我們都非常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覺得出乎我們自己的預料這樣子 那當然我就像我今天出門的時候 那小圍貴當然就是問我說 爸爸你要去哪裡啊 那我就跟他說我要來參加一個頒獎典禮 那他就問我說那你要 要怎麼樣才能在頒獎典禮上可以拿得到獎 我說那就是像你考試要考一百分才能拿得到 那所以我突然有一個感覺覺得 我們很常有人問我們說 我們自己在做音樂的時候 我們是我們會給自己這張專輯打幾分 但是我覺得今天這樣看起來 我們始終都會說九十九分還有一分的努力貢獻 但是我今天真的覺得我們這張專輯有到一百分了 那希望之後的專輯就是能夠再超越一百分更高 那再來是今天有很開心有六次可以上台拿獎的機會 那我在想說有那麼多次上台拿獎的機會 那應該大家就不會搞錯 官有很平官 謝謝 那當然很開心 五月天從1999年發第一張唱片到現在 十三年然後發了八張專輯 我想能像今天有這個機會 應該機會也不多了這樣 那可是五月天會繼續努力 所以讓這個機會可以變得更大一點 然後真的很感謝大家 然後一整天大家在這裡很熱 大家也辛苦了 首先是感謝香心音樂 然後感謝今天所有來這邊幫忙加油的人 然後 問他講什麼忘記了 阿信加油 加油 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那瑪莎需要脫 不用 好的 有問題問瑪莎嗎 瑪莎可以脫褲子嗎 瑪莎可以脫褲子嗎 對啊 傻瓜當然不行啊 有問題請教五月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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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今天拿得有點心疼 因為 其實每次宣布 那個入圍名單的時候 我都會看隔壁的 就是千萬左右的人 那 有很多今天是新生代歌手 就是入圍很多項的 然後 像謝和璇啊 然後林又嘉 或者魏如璇啊 其實 坦白講我可以把我的分給他們 對 因為我覺得他們需要比五月天更多的鼓勵 所以 真的就是覺得 對啊 Hibi喔 瑪莎請 瑪莎不然你多的那一座送Hibi好了 沒問題啊 當然好啊 然後 他下一張專輯 你就幫他寫曲 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不過我這個榮幸嘛 對啊 如果有機會的話 還蠻想合作的啊 對啊 而且他真的唱得好 那張專輯真的 我覺得很好聽 對 好 那我們就把瑪莎 進去講 最佳作曲人送給Hibi了 人家退入臥龍 不然我們會再減少 剛剛有人吃粽子 就是Lucky嗎 那有沒有 你們別的用Lucky的方法 來參加 有嗎 還有別的Lucky 因為你們真的 得很多獎 至少看一個褲頭 看什麼顏色 看什麼顏色 不要啦 我自己講啦 我自己講啦 今天黑的啦 對啦 沒有什麼好那個人 對啊 大家都 成年人的嘛 都歐龍一條 所以沒什麼 好不好 謝謝 有網友反應就是 你在小巨蛋上面吃香香 違反過一點點 怎麼大家說 沒有說的 對 小巨蛋好像不能飲食嘛 對不對 如果部長沒有說話 那我們應該可以 逃過一劫吧 是不是 還是部長也說不行 部長 部長可能 可能就找不到五月天在哪裡 沒有開玩笑 因為今天部長有來跟我們 講話 就是他 一一的拜訪台下 入圍的歌手 所以我覺得很 很溫暖 很感動這樣子 對啊 那我們 對啊 讓我們吃幾口 應該沒關係 好可惜 那 口袋都會比女生的在深一點 不是啦 所以交的男朋友就知道 褲子的口袋有多深 對啦 太多狗了啦 不要哩啦 對不起 我們就是 清新有文化的媒體們 如果沒有標題的話請說 香蕉腸在哪裡是 本屆金曲獎最大的一個媒體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恭喜五月天 謝謝 五月天右手邊 謝謝